直行车道前方还是红灯 不过一旁的行人号置灯已经先转成绿灯 这是行人绿灯找开措施 为了保护行人通过路口的安全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112年持续办理行人绿灯找开 到6月底前已经完成全台北市147所国小周边 共200处路口及内湖路一段 8处路口设置行人绿灯找开 我们目前台北市今年已经设置了 到6月底累积了577座行人绿灯找开 那其中有258处是今年已经设置了 那我们目前设置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 有针对全市24所示范学校周边去设置行人绿灯找开 那在6月底已经完成全市所有的国小的行人绿灯找开的一个检讨 交通处方面也特别说明在路口选择设置行人专用时像 与行人绿灯找开的差异 所以我们就是会把新人绿灯找开作为我们目前的一个路口的基本配备 交通处方面表示 接下来将在8月底开学前完成133所国中高中职周边路口检讨 年底完成12个行政区各一条主要干道设置 目标全市达到900处行人绿灯找开路口 将绿灯找开列为耗置路口基本配备 至于外界反映 行人无故停在人行穿越道影响车流的情况 交通处方面也研议设置行人耗置找关措施 在保护行人的前提下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